大家好 今天主要就是几个售后 现在这个客户家里面的是零一隔断 下面的这个挡水 看到没有 怎么形成这样子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 业主可能是不找心或者是踩到或者踢到 那这一款的话 两边都是有一个塑料挡板 就是说卡在那里 那你一踩或者一踢 它这里就断了 断了它就跑出去 现在我们过来就是把它给装回去 看到没有 轻轻一踩它就这样子 飞掉 所以我们装这种零一隔断的时候 再过这个门槛 不要去踩它或者是踢 一定要跨过去 但是也难免 或者是家里有些小朋友啊 或者是老人家 它一不小心可能会踩到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在所难免的 是吧 我们就是把边上这些胶给它重新割掉 然后再打上胶 就OK了 看到没有 这个胶 你年久了 它也会形成这种 就是说你 你一个段边上为什么会漏水 就是形成这个胶 久了它也是会老化 化到一定程度它也是不防水 也是会渗水出去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 看到这个胶或者是黑啦 或者是什么情况 脱了 可以把它重新 割开 割开以后 在边上打上新的玻璃胶 那也是可以起到防水的 所以这种零一隔断 主要就是起到隔水 主要就是干湿分离 对吧 它这个也用了好几年了 所以这个胶也就脱落老化 现在我们就把下面的档水给它肥震 肥震以后这些地方周边 就给它打上新的玻璃胶 就OK了 这些旧的也全部给它铲掉 所以一个零一隔断的话 还是尽量在实际店买 买的话售后有保障 对吧 你后面像出现什么问题 你商家或者是网上买的 你去找 到后期你去找个维修 或者是什么地方 你都是比较难的 也是一些配件 你在实际店买的话 就是比较方便 好 我们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实信我 大家拜拜 拜拜